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 我是Ada 以下節目內容是取材自本台英文專欄作家 Melton Asperetti 讚文 信譽編譯 最近美國眾議院已經一致投票決定 取消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 這個議案 未來仍然需要參議院和拜登總統通過 而即使一切順利 華盛頓也無法獨力扭轉整個形態的發展 本質上來說 這樣取決於國際社會 而在某種程度上更取決於中共本身 種種跡象表明北京不可能主動作出改變 不過美國在這個問題的堅定立場 確實會令北京方面感到非常尷尬 回首幾十年前 當共產主義中國由1978年起 向世界躺開大門的時候 甚至由1999年起 在最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時候 毫無疑問 中共治下的中國 是一個不發達的經濟體 1990年 這個龐大國家的國民總收入 簡稱GNI 大約是3,740億美元 佔比不足全球GNI的1.7% 當時中國的出入口總額 只是相當於全球總量的1% 出入口中國的直接投資額也是如此 無人會懷疑那時的中國 是一個發展中的經濟體 時過境遷 現時的中國經濟形勢 已經不可同日而遇 經過幾十年的蓬勃發展 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 但在2022年 就生產了相當於20萬3千億美元的商品和服務 中國人均GNI 接近每年1萬2千美元 來世界銀行鑑定位 最高收入國家的1萬3千2百美元 標準已經很近 現在中國的出入口總額 佔全球總量的12%左右 流入中國的投資資金 佔全球總額的21% 而流出中國的資金 就佔全球總額的8% 佔比仍然相當可觀 北京極力推行的一帶一路倡議 總共涵蓋了165個國家的 大約1萬3千427個項目 價值相當於8千5百億美元 中共亦聯合創建 並主導了亞洲長期設施銀行 和上海合作組織等國際經濟組織 山東省煙台市煙台港 在2021年 就已經成為中國和非洲貿易的最大港口 是推行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樞紐 鑑於擁有這種體量等級的經濟規模 很難說服外界相信 中國仍然屬於發展中國家 而北京就堅持這個立場不搖動 原因就是這個稱號 背後隱藏的價值實在太大了 至少 中共可以根據這個立場 減少在聯合國和其它國際機構的開支 但在中國2023年的聯合國評估當中 這個稱號 就為它減少了價值4,800萬美元的開支 作為一個發展中經濟體 中共還可以在氣候條約 申請配額要求 這些條約包括 裏約環境與發展宣言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 和關於消耗臭氧層物質的 蒙特利爾協定書的基加利修正案 發展中國家的定位 不僅減少了中共在這些協議中 需要承擔的費用 而且還放寬了中共必須遵守的 各項準則的限度 這些待遇也給了中國更多時間 來履行它的承諾 並且令美國和其它發展經濟體 有義務對中國進行技術轉讓等援助 發展中國家的稱號 同時也准許北京 在經濟政策方面 擁有更大的自由度 例如 世貿組織 准許發展中經濟體 徵收高達14%的關稅 但就只准許發達國家徵收最多7%的關稅 這個稱號 還容許中共政府 以發達經濟體所禁止的方式 對其屬下的經濟部門 進行補貼 發展中國家的銜頭 還給了中共 由國際金融機構 按揭貸款的更優惠條件 例如 享有更低的利率 有時甚至是零利率 事實上 北京經常表現出 對於國際規則的不洩一顧 進入新世紀以來 中共不時展現出 無視國際協議規則的輕鬆合意 例如 在菲律賓的海洋爭端 就拒絕遵守海牙國際法庭的裁決 在這種情形下 發展中國家的稱號 為中共提供的通行證 可以避免尷尬和外交麻煩 因此 這就不難理解 北京一如既往地 抵制關於它發展中國家定位的任何改變 並且加大力度譴責美國眾議院最近的正義行動 北京支持的政府喉舌環球時報 將美國眾議院今次的投票行動 描述為表明華盛頓的險惡意圖 即是增加中國的發展成本 迫使中國 承擔超出它能力的國際責任 中共喉舌就堅持認為 美國無權對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進行裁判 對此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王毅 就是這樣閃述中共的立場 要求一個只是發展了幾十年的國家 承擔那些已經發展了幾百年的工業國家的責任 這是不公平的 在某種意義上 環球時報是正確的 華盛頓沒有辦法強迫制裁這個問題 在部分國際機構 例如世界銀行 將會取決於統計審查數據 按照這樣的趨勢發展下去 中共很快就會失去它的發展中國家地位 將會是必然結果 在其它的領域 例如世貿組織 國家定位 還未形成有效的指標機制 按於北京方面的強硬立場 這種情況不可能很快改變 這將會是一場持久戰 即使強迫中共作出改變 也不清楚北京 是否會採取一些報復性政策 或做法來作出回應 不過眾議院今次投票通過顯示 華盛頓在架構反對中共統一聯盟方面 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這個動作表明的戰略意義 將會非常深遠 今次的《紳士閣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喂喂,看完米酒住 記得讚好、訂閱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